7月16日星期二得道 特首林鄭月娥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 被人笑称是连任的宣讲会 林鄭发表的15分钟开场白 大谈土地的房屋政策 细数过去4年的成绩和剩下任期要加强的工作 又表明要彻底解决问题 不是因时制宜的招数 要有持之以行的决心 多名议员听了之后都一致认为 展示了林鄭争取连任的决心 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 两会期间见人大代表的时候 谈到房屋的问题 更加特别指出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及 令政圈相信土地房屋的问题 将会是下届特首人选的关键 林鄭因此而大谈土地房屋大计 对象明显不只是议员 有人形容 好像是连任的宣言 林鄭的开场白更加提及到 任内落成的公屋比之前五年的多接近一半 有建制派形容是 直线抽击前特首梁振英 而政圈也普遍认同近日情况有改善 梁振英已经减少向林鄭政府发炮 他们不会再左手也是肉 手掌也是肉 以上的新闻由Lao新闻提供 第二只新闻 即将在当地时间星期六 7月17日结束 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康城影展 今天突然公布会在星期五 即是7月16日上午11点 放映曾经执导十年 自焚者 和幻爱的香港导演周冠威Kiwi 有关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据报 片中的制作名单写着by Hongkongers 以表致敬 根据美国媒体好来乌报导 Hollywood Reporter 报导指出 Honson影展 较早之前已经邀请了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时代革命参展 但是为了保护制作人员 所以选择在放映之前 才对外公开 影展又在当地时间星期三 即是7月14日 向部分媒体发放一封电邮 指电影节添加了一部惊喜的纪录片 Surprise Documentary 邀请大概十名记者 参加闭门的放映会 并且要求在星期四下午之前 保密有关的消息 纪录片以1986年 中英就香港问题达成共识为开端 之后详细论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 报道指出 电影片尾字幕之中 除了周冠威 Kiwi之外 其他制作人员全部都是用假名 而片尾制作名单的开端 列明电影是 By Hong Kongers 向香港人致敬 而周冠威就发声明 多谢康城影展 指香港已经被想象中失去很多东西 获邀请放映会 对生活在恐惧的香港人来说 是一种安慰 好像世界上任何为正义和自由而战的人 都是和香港人同在 并仰言 香港人依然都非常坚强 周冠威在今年1月港台节目 《香港故事 香港病了》上曾经透露 制作着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 那个纪录片原定在去年的年底 完成制作 但因为港版国安法的实施 怕牵连到其他人 决定各自放映 直至今年7月才获得 看城邀请放映 另一部先浪潮国际短片节 参展短片 天下乌鸦 入围第74届看城影展 最佳短片 正式竞赛 各族短片金钟旅掌 以上新闻来自立场新闻 我看到大家留言的鼓励说话 多谢大家 我会努力做好新闻报道员的工作 明天见 拜拜 拜拜